中共央行2017年成立數字貨幣研究機構 今年4月中共央行宣布進行數字貨幣封閉測試 為何瘟疫當前中共加速推動數字貨幣 這對中國民眾的財產和生活有什麼影響 來看我們的分析報導 中共央行人民銀行貨幣研究所4月20日宣布 經過多年的研究將在深圳 蘇州 成都 和北京周邊的衛星城市雄安 首次進行數字貨幣的封閉測試 中國是首個發放由中央銀行發行的 數字貨幣的主要經濟體 從5月份開始 一些政府雇員的部分工資 將以數字貨幣的形式發放 他們將在本月安裝央行的數字貨幣應用程序 幣值和人民幣相同 與全球其他加密貨幣不同的是 數字人民幣由中共央行發行和管控 不像其他的加密貨幣一樣 具有匿名性 它並不是一種獨立的貨幣和獨立的幣種 它只不過是人民幣的虛擬化 實質上整個數字人民幣的系統裡面 它始終是存在著一個權威的中心的 也就是中共 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的一位教授表示 中共發行這種數字貨幣的目的 是用政府機構管控的貨幣體系 取代比特幣和其他的加密貨幣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表示 數字貨幣由央行監控 因此中共政府將更多的控制民眾的日常生活 政府可以直接控制每一個人的錢包 它可以有權力來決定你如何消費你的財產 如果說政府給你發了3000塊錢的工資 那麼在它需要的時候 它可能會強行的規定 你只能用500塊錢去買米 或者是你只能用100塊錢去買油等等 也就是說你所有的購買行為都會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 你沒有任何的自由存在 唐靖遠還補充說 這個貨幣體系還可以用於鎮壓持不同政見者 限制他們獲得生活的必需品 或者在一些極端情況下剝奪他們的個人資產 中共官方表示 數字貨幣將讓支付更加的快捷 但是唐靖遠表示 中共正在試探其對公民個人資產活動的控制程度 他說中共發行數字貨幣還有另一個動機 對中共來說 其實是有這樣的一個遠景的目標和籌劃的 一旦它發展成熟 它就可以用這一套貨幣結算的體系來取代美元 相當於它要從美國的手中 奪取金融領域的一個話語權 前中共央行行長周小川去年表示 數字貨幣最終將被納入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中共一直在努力使人民幣國際化 但是美元仍佔全球外匯儲備的60% 與此同時人民幣僅佔2% 自媒體人財經冷眼對此分析說 中國的數字貨幣不管是無限量印鈔 監控個人錢包 還是剝奪百姓私產 防止資本外流 乃至實行計畫經濟 最終的目標都是為了控制人的人身自由 將中國人從可以放風閒轉的院子裡 重新趕回到空間狹窄的牢房中去 視頻說 至此40年來中國人的發財夢和財富自由的夢想 都變成了泡影 一個漫長的暗無天日的時代將再次來臨 其實中共一直在控制中國人的財產 而這次瘟疫加快了這種控制的步伐 催生了數次貨幣的實施